这么多奏章 何时才能看完 父王以前 都是怎么处理这些奏章的 谢王在世的时候 常常去月奏章通宵打蛋 他说这些奏章 反映的都是百姓的疾苦 生怕有所疏漏 现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样当国王还有什么乐趣 我不干了 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 大王息怒 小人听说王宫后面的山上 住着一位修行的大师 他能让人们新生智慧 要是大王您拥有了超人的智慧 不就能快速处理这些奏章了吗 真的会有那么神奇的事情 那就是大师修行的地方 着火了 快让人去救火 那么大的火 怎么突然就熄灭了 那不像是火光 好像是佛光 这么说 那位大师是佛菩萨了 快随我去拜见佛菩萨 这里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刚才眼花 看错了 陛下 马上就要天亮了 咱们先回去吧 神人来了 神人来了 佛说世间时 普贤等诸菩萨 舍利福等诸生闻及诸天 龙 人非人等 一切大会皆大欢喜 受持佛于坐礼而去 神人 求您教我快速处理奏章的方法 神人 神人 谁在动我说话 请进来 大师 外面那位神人 他去了哪里 神人 就是全身放着金光 骑着六牙白相的那个 您说的应该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曾发愿言 如有人读诵法华经者 当成六牙白相来教导他 一位公养 既因我诵读法华经 菩萨特来现身护旨 后来 我跟随大师学习法华经 内心平静 不再厌恶疲悦奏章 终于和先王一样 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能得菩萨感应如是 必有大修为 是以国王如此 敬奉公养 此后 寺里的僧人 对那位比丘格外尊敬 跟着他一起学习法华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 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严浦乡的 屏东严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制业 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八百五十六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 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万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严浦护生狗园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海门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曾智底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季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住在人间 家在彼岸 心怀大悲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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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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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遍 一朝放心而去 五体大道舍 宫灯雪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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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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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